在京都住着,没事就应该出来逛逛 这不我们意外地就碰上这个挑头市场 还买了好多东西 从我们家骑车20分钟到京都站 有个超市特别好,经常去买点东西 这次快到的时候发现东北元寺这边好像有个集市 这应该是第一次,以前没见过 逛街巧遇集市,这个事是最让人开心的 我看见他们家有一个盛家的缝纫机灯 真的?嗯 这个我也喜欢 插电子,小电钟 好看 你看这个我也喜欢 小机器人 然后这个灯,这也是带日历和时间 这个好看 这么想要的 新的 2,000元 大家听清楚,2000块钱 这是没有太厉害的 嗯 可以了 可以了 谢谢 1853年 1853年,纽约市工厂出品的第一台缝纫机就是圣家旁 因其独特的历史和地位 一直是分替着收藏者所珍爱的收藏本类 比如缝纫机唐词的广告牌 各类缝纫机的配件 尤其是圣家的缝纫机灯就是这款 造型别致,结构巧妙 也坚固耐用 非常的雅致 放在任何的时代都很时尚 以前收藏过几盏 深知其价值 没想到今天偶然这么低价买到了这盏灯 这就是逃货的魅力 可以吗? 啊 分から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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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年代の designですね そうですね 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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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かな 70 ありがとう 我是吴晨 现在是偶然遇到的东本源寺的跳槽市场 每周都会带大家一起逛逛集市 看看有意思的物品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订阅 如果你希望购买逃来的物品 请留言 或者在这里联系我们 很喜欢这些塑料的 嗯 这一书件挺多 这个好看 他这个特别有意思 他就是给小孩 就量身高 去抖这踩着这个 脑子顶不住 可以抖 这第一次看见 好看 这个设计 小画挺好的 好像插的什么地方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那个什么 中东的人 阿肯提的那种感觉 哈哈哈哈 他这就是温蜜质哈 哎 这个他们眼熟 对 我觉得都是动画片 对 像是史努比 哦对对 史努比 我感觉他眼熟 这个好玩 嗯 这个小香 嗯 这个小香子我喜欢 这两个爱 这个 我喜欢这个 这个工具箱 他们一边小美食 对 这个美食 这是 反过美国的工具箱 好像是什么 这不是工具箱 好像是那个 野营的时候 用的 嗯 就出现平时野营的感觉 颜色配的很那种 复古 哦 这有小标签也挺好看的 给我这一身配吗 特别配 这个我本来想买的 然后还忍了忍没买 因为在这买了好几件东西 跟店主说说能不能拍个照 他这个一刻好沧桑的 对 对 这是台湾 对 这是日本政府 你看这是那个 中华民国 这是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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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新的吗 这是戏犬吗 嗯 戏犬 应该是 中华民国 这个票真漂亮 这个也挺好看的 这是外国的 这是泰国的 这泰国的 泰国的 泰国的 你看它后面还有泰国的 太像话了吧 温暖 咱就是饭馆里做一个 这个是亮灯的是吧 这边这边右边的灯 没有电池 他说这个 这个是干嘛的 这个应该是对时间以来的 你按一下 我现在没有电 哦对没有电 他说是能用的 这本书有将近一百年了 给一个朋友看 他说这个古奇瑞一郎 在国内卖的小说 都没有带插图的 所以觉得这本书的插图 特别有意思 插图又好像著名的榜画家 东方志工的榜画 因为我不知道东方志工 在日本的那个名气怎么样 在国内学版画的 他们都知道东方志工 而且好像就是说 他的绘画影响 就是从那个敦煌 给他很大的影响 然后这本书 就给我这个 学美术的朋友买下来了 逛集市能带给朋友们一些惊喜 也是挺开心的事 年代比较老 嗯 差不多是中 跟敦煌应该民国同事 看来东本源寺门前的这块地方 以后每个月这一天 要开发成一个调头市场 太好了 又多一个可逛的地方 这地方特别好 我觉得跟平安市场 很开阔 很开阔 而且这个刚好这有人逛什么的 也能买 1500 咱家需要吗 平安神宫差不多了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看的画 没有画了 这个不好看 这个不好看 在这儿逛集市多好 环境还特别美 还可以散散步什么的 有点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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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代 七十年代 太棒了 这要是哥在咖啡厅 这小狗 猫 长俩吃狗 这个太多了 这个好看 千万劲 他们听这个太大面子 非常经典 经典 这是谁在这 你看这个面子 哥斯大 哥拉斯还是哥斯大我都忘掉了 刚才抽象 对 特别抽象的小画 以前呢 当时是一个特有名的人 装着他色块的 我看后边那色 就这款最好看的 最好看 真的像 橙饼 这个挂的也挺漂亮 可以 看开 这一张纸 像大海豹 真漂亮 很漂亮 很像油画 对 这个好看的 一直以来我们还是 钟爱这种温具之旧物的 过去的那个年代的家具家电设计产品 总是明媚闪光的吸引着我们 如果您看过美剧广告狂人 注意过那些电影刀具 那么您就知道我们喜欢的类型了 估计您也会非常喜欢 但是在京都这类很少 今天非常偶然的遇到了 很兴奋 购买了一堆 拍了点照片 大家欣赏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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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